這次被誤植艾滋器官的五名病患當中 其中有一位是在成大進行換新手術的女病患 她已經被醫院驗出有艾滋病毒的抗體 雖然這還不代表她已經感染 不過風險就逐漸的升高許多 而今天台大還有成大醫院 在傍晚的時候 已經把檢驗報告 檢討報告送到了衛生署 而衛生署專案調查小組 也隨即舉行第一次的專案會議 台大醫院誤把艾滋感染者器官移植給五名病患 其中在成大醫院接受換新的三十多歲女子 原本在手術前沒有艾滋抗體 但卻在移植心臟之後被驗出體內有艾滋抗體 不過被驗到有抗體不代表已經感染 還需要再做預防性投藥再觀察三個月 如果一直都有抗體而且驗到病毒 才可以確定已經遭到感染 針對這起重大醫藥事件 台大醫院和成大醫院在30號都已經向衛生署提出報告 衛生署的專案調查小組也在進行會診後 召開會議 針對物質感染者器官事件 有立委建議疾管局應該開放列管名單 讓醫院可以查詢 對此疾管局回應 目前如果是因為器菌需要 12家專責醫院可以透過器菌中心 跟疾管局做比對 但為了保護病患隱私 無法接受直接查詢 不過如果檢討後覺得有需要開放 疾管局也不會反對 做器官的移植的團隊 大家都認為有了一個資料庫 還可以綁更多重的保障 疾病管制局是不會反對 但是一定要做好 這個保護隱私的這個工作 整起事件爆發以來 面對各界究責 已經要求檢討聲浪不斷 衛生署表示將會趕在檢方偵辦之前 完成行政調查 同時也會啟動照護機制 也擬出接受遺植者的照護計畫 希望讓病患得到最好的照顧 記者許家超負財 台北報導 已經準備好 記者於是 記者 報告 請記者 報告 文章主持有效